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你看重庆队的冠军肯定最多9个 然后上海队也拿了3个 然后之后辽宁队 杭州队都拿过 你看都是在降级圈里正拿的队伍都拿过冠军 反而这个其实很有实力的贵州队 其实拿不到冠军 也是竞技体育的一个没有缘分 我们只能这么说 魅力之处 但是我觉得就这个趋势来看 他们还是很有机会拿的 因为他们的队员非常的年轻 对实力在这摆的 对我们来讲一讲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这番棋吧 广西华兰对山东景之酒夜队 我现在是比赛的现场画面 现场的这个画面 这两个队伍相对来说就比较轻松了 其实山东队在第一阶段结束的时候 他们排位很靠前的 但是在下半阶段开始 由于主将的问题 其实迟迟没有拿到足够的分 他们我记得上一轮跟我们下 也是2比2输给我们了 他们厂军在下半阶段 厂军一分 那有点低 以山东队的实力来说 一分对他们来说太少了 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了这盘棋 李士时队范婷玉 少年实活 小范 16岁 英识别冠军 对我以前一直觉得这个邱俊 在媒体面前是最没有表情的 后来我发现原来最没有表情的是范婷玉 比李长浩还要像师傅 我觉得 我不这么觉得刘老师 因为我也对范婷玉有过几次访谈 我觉得她是那种叫少年江泰空的 其实她的思维也好 她的一些理念非常的成熟 而且侃侃而谈 我是说她这个说话什么 她的这个才艺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我会说这句话呢 是因为那次啊 这个英识杯她拿了冠军之后 那个颁奖点点是我主持的 然后呢她捧了这个奖杯 拿着40万美元的这个支票 在那照相 围了大概有几十个记者 几十个记者一口同声就一个问题 说哎小范笑一下 结果直到所有人拍完大概几分钟之后 小范脸上没有露出过一丝笑容 哦 这个让我非常记得到 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孩 这么有定力 拿着英试杯冠军的这个巨大的一个奖杯 40万美金的支票 一手一个 没有一点笑容 嗯 这个 我觉得啊 由内而外她的心里面是很平静的 所以呢她脸上没有笑容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她少年是佛的原因 真的很厉害很厉害 在荣誉和今天面前都这么沉着冷静 一方面是表情 一方面她的棋也跟这个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我们刚才说到山东队真的我觉得 从实力实力上来讲 嗯非常强大三位世界冠军 我觉得应该是冠军有力争夺者 呃周瑞扬 呃 姜维杰 姜维杰 范田玉 对 三位世界冠军 唯一的问题是另外一台稍偏 稍微 对对对 但应该也是冠军的争夺者 但是现在可能前六名 在争夺前六名吗 现在 前六名的状态吧 应该是 那广西华元队呢 我觉得赛前应该制定在保级的一个目标 对 那么他们现在这个排名呢 和山东队好像差不多 嗯 也是在前六名的行列吧 对应该说广西队发挥的还是不错 在这个赛季里面还是发挥的不错 李适时应该 小李应该也是立功了 对 他们主要另外三个呢还可以的 嗯 西安队最大的问题就是 经常是崔家翰一个人赢 然后 下面三盘 一排都捞不到 这个是最郁闷的 为什么呢 就是风也没捞到 钱又花了 因为我们这外园的这个出场费啊 都很高的 很高啊 这个领的很心疼啊 这个 一边这个口袋钱 大把大把的往外偷 一边的那个风没有往回转 对 这个滋味真的是不好 我记得大家有时候会开玩笑 什么样的结局最高兴呢 嗯 剩下三盘都赢了 就外园一个人输了 对就是这个 又拿了三分 然后钱又省下了 记得有一次呢 这个西安队就另外三个人 已经3比0了 嗯 那个这个领队就在边上看崔大汉旗 我认为这个时候 他一定不希望崔大汉旗 在想哎 就输了算了 就就还是赢了 4比0 小崔还是很给力的 又来了 又来了 刚才和刚才那盘棋的布局很像 那盘棋是小飞 这盘棋大飞无油脚 对 他也是先挂 先挂脚 看来这个挂脚呢 是一个趋势啊 先挂 这个时候呢有点变化了 看过我们前面这一盘棋的棋友 或许会对这手棋有那么一点了解啊 我们就就它的形式摆下去吧 嗯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这盘棋呢 不能给大家做特别精细的讲解 对 我们就顺着它的时段讲 为什么要走这个呢 我们来看啊 走这个 如果没有这个 前面我们摆了这个形式这样下的 这样下的 对 是这样 嗯 走这个啊 那么如果走成这样的话呢 你去坚冲这个 你再坚冲 它很有可能连理都不会理你 过来了 这个有点稍微有点过分了 它呢就是想啊 便宜点就想 这或许呢也只是一种心情 我想说只是一种心情而已 究竟便宜多少也不好也不好讲 也不好讲 但是呢这个心情啊 很多人就过不去了啊 你要便宜 给你占个便宜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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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做了一个改动 它这个改动也很有意思啊 它拖 往这拖 这个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思路 我觉得 这一拖 首先不能扳 大家 为什么不能扳 为什么不能扳 他拖了 我觉得我就 他只要一拖我就不能扳 第一感不要扳它 对吧 就觉得有点伤当的感觉 为什么不能扳呢 很简单 这个子啊是没有用的 对 比如说不是说这个子交气跑啊 它又断一点 它是弃子 它只是想做这样的一个交换 那么如果这两手漆啊 没有 它不会怎么去下 您说是 就是黑漆不会去这么下 因为它很薄 但是呢这两手漆交换啊 呃白漆很亏啊 那么黑漆再过来的话呢 呃 这样的一个交换 让黑漆这边变得比较厚 对啊 呃 这也是为什么双方这个斗智斗勇啊 在这里 你你走交换了一个这个之后呢 我就不按照你这个思路来了 我往下拖 嗯 琢磨不定啊 你看拖 很难给他们下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定义啊 嗯 你看白漆没有搬 白漆退了 这个退呢 这个拖明显是便宜了啊 就这个啊 这边呢 就暂时放一放看清 对以后黑漆如果退回来 白漆 白漆还在这飞一个做活啊 这个这块漆 反正被拖到这一下之后呢 这块漆的死活还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但暂时 不会出这么大问题 所以他这个漆必须得捞 这个漆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另外一种格局了 对对对 嗯 就因为先兼充了之后 对 这一个交换之后啊 马上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的 李诗迟的棋还是比较 大家觉得比较诡异啊 对比较诡异的 比较诡异的 像这样的棋我觉得很少有人会想到 对 经常有一些奇思妙想 嗯 李诗迟 上半年好像成绩不太好 到这个13年的下半年开始成绩突然大幅回升 在韩国也好像连拿了三个头衔 嗯 然后呃在国际赛场上又刚刚进入了LG杯的决赛 啊 不对 三星杯的决赛 三星杯的决赛 跟唐伟欣 对对对对 或许是受到了明年这个十番 跟鼓励十番棋的刺激 嗯 他觉得这个是要到了呃 恢复状态的时候了 有可能 给对手施加点压力 不仅齐迷比较期待 他们两位棋手应该也是内心充满了期待的 对 这个十番棋刚刚在北京 呃 有一个开幕式 盛大力的 开幕式 对开幕式 两位棋手呃都表示了这个决心 嗯 明年 这个时候鼓励已经跟我说过了 什么比赛都无所谓了 哦是吗 只有这一个比赛 当然了 另外他还会把联赛下好 他说嗯 除了联赛和十番棋 他最忠实的两个比赛 其他的比赛如果有冲突一概不下 哦 一概为这两个比赛让路 哦 他已经有这个表态了 哦 的确五百万和零的这个刺激 呃太大了 呃 而且不仅仅是一个 关键的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这个荣誉啊 这是一个荣誉 这个我觉得啊 这十番棋可能这一次完了之后呢 以后不会再有了 嗯 他们这一生最重要的这个教化 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啊 嗯 他们的慢慢的我觉得啊 你说他们两人的十番棋 他们俩十番棋可能不会再有了 他们这一生或许就这一次 一生一次 呃 也许 很期待这个比赛 也许到六十岁再来一场 这倒是有可能啊 但是呢 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那就是怀旧了啊 不是这种 不是这种这个力拼的这个感觉了 嗯 飞过来 嗯 在这里有紫的情况下呢 白棋不宜去冲断它啊 爬两下我觉得是正常的 对 说实话 你前面说理事实的棋诡异啊 我觉得小范 范茄是也蛮诡异的啊 他的诡异的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呃 方式我觉得啊 就是像这样的棋 对 范茄玉正好也是上海人 应该您对他也比较了解 对 他的棋 呃 怎么说 他的棋属于稳健型的 嗯 他就是后发执任型的 哦 就往往有这种棋啊 是我不太能够 来理解的 嗯 这个时候跳一个 这时候往这跳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不会去 觉得有点有点慢 那我觉得这这首棋是 眼见的很大的一场 非常正常的一场 至少是正常的 对啊 这个地方人家已经啊 这个子在大飞的位置上的 你让他拐下来 没有什么太了不起 只不过是一个拆三 对 你就往这进来 对啊 没错 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 没错 这个棋你跳出来之后呢 你明显的这个点 就被别人占去了 啊 这个感觉上是最大的一个点 让给了黑棋 对 嗯 但是小范是 范老板应该有他自己的考虑 是 我听到大家都叫他范老板 不知道为什么 嗯 是因为拿了40万美元的关系 没有 应该也不是 后来听说是从从在还在到场休业的时候 啊 就开始教学生 就已经有有这个范老板的这个雅号了 嗯 这倒是真的 他大概在很早以前嘛 他就是自己在学期的时候 嗯 他就开始教学生了 哦 就是上上课了 这个倒是比较少见的啊 一般情况下呢 你基本上到了像我这样的年纪 那么开始干这种事情很正常 嗯 再差一点了到了30岁左右 那么开始就带点学生 他大概还不满16岁呢 就开始带学生了 但是他16岁就拿世界冠军了 逃离变天下了就开始了 走这条道路了 嗯 那我想范老板可能不仅仅说他带学生 就是他的这种 这种感觉 中和硕士 啊 很有大老板的感觉 有老板的感觉 有老板的感觉 范老板 范老板 嗯 范老板这部棋我还是不太理解啊 范老板 这一个 现在变成了这个棋你 别人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把它当后视看 对对对 你再怎么样 没错 我这一压一贴 我非常同意您的这些观点 还是拆过来大 所以现在啊 就是年轻的棋手棋啊 真是看不懂 其实他没有没有道理啊 他肯定看到这一点了 那肯定是知道的 他就想走这个 他就想走 我想走我就走 嗯 好吧 这棋是他下的 嗯 对 先冲 飞过来 飞一个啊 这个地方飞还是一个棋型的要点啊 嗯 这地方就放了不走了 你爱吃不吃 黑棋如果要吃的话是 好像也不太好吃是吧 黑棋吃的话呢 它下面是漏了风的 对 我觉得如果要吃的话呢 大概是往这小间 哦 这样吃的 要全吃 这个棋不是要去吃的 是让它跑 哦 让它跑出来之后呢 你才有棋下 这一吃味道全没了 对 啊 这部棋 说实话 我也 也有疑问 我对他们这盘棋 反正这两个人都诡异 你说你这个评论很对啊 这个方向很诡异 他走在这里的 我觉得他就 如果说我往这出来 我让这个棋啊 他不活 那这棋就是有借用价值 然后呢 我往这一间 我这两块一块利用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 能够走到这个呢 很厚了 不太想从这个方向再过去 对 有这个想法吧 我觉得 要走这个 其实有的时候职业 其实我的方向 我觉得应该大方向应该是 有一致的感觉 可能细微的地方 有一些区别 大方向总是不会错了 但是你看现在 感觉上方向已经产生了一些 像您和他们也产生了一些 差异了 对 如果是我的学生 我就 我说这不是什么企业 肯定该走在这里 肯定走在这里 毋庸置疑 对 那么这个棋 这个棋倒是可以商榷 就是说黑棋是不是可以先飞一个 或者是煎出来 有更好的下巴 这个是可以上去 但是这部棋我觉得明显的 我会 我会以这个方向来 好像是一个基本的棋理的一个感觉 但是现在都打破了 现在下棋都不讲理 不讲理 打破了 打破常规吧 拖一个 非常沉着啊 立一个 这些也不是斑的 然后是刺一个 刺一个 手法很俗啊 刺一个 这怎么下一会儿觉得好像这几个子好像不比它这四个子薄了 所以说他补了一个 说的一点没错 然后白棋小尖 他可能觉得这个子啊 白棋也不太好去吃它 还是有一些活力啊 对 以后这一拖一虎 反而容易去腾挪 对 这么硬生生的跑出来呢 背他这一走 熟地上先亏 然后呢 这个呢也会有可能变薄 这是他们的一种判断 所以这个呢 我还好 只是保留意见 还好 嗯 还是这个小尖 看来 这小尖还是要点 嗯 下一手有这个拖过 这个后路 一方面是分段 一方面呢 是 灭它的眼味 灭它的眼味 一 这种齐形 小尖的这种手法 嗯 都是我觉得是汽油非常需要借鉴的 啊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或许不具备在这里 小尖 这小尖很有味道 因为一方面你还防着自己的 对 它的这个作用啊 呃 有好多个 嗯 一子多用属于 凡尖无恶手 值得向大家推荐 小尖 呃无恶手 是吧 凡尖无恶手 凡尖无恶手啊 大毛 没有大毛病 没有大毛病 嗯 这小尖呢 这是我呃 在学习的时候啊 老师给我讲的 呃 凡尖无恶手 呃 王瑞的话呢 可以这么来理解啊 就是你无论是飞还是跳啊 他总有被人断的可能性 对啊 但是呢 如果你是小尖 别人反正说肯定是断不掉你的 是的啊 这就是自己在很厚实联络上没有问题 对 又比你这个这样子一个子挨着子走 效率要高 嗯 好 我们看 这个联络也是 今天的期都很激烈啊 你看这个期谱又是密密麻麻的 刚才传给我们的 是还没有结果 这个都是对我们 还在继续 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 看期找期谱 这个是一个要求啊 我记得很久以前的这个央视的转播 转播这个呃 什么富士通碑啊 那时候都是现场转播的啊 那个时候找期谱真的是很很纠结啊 密密麻麻的 然后他这期啊 也不是像我们这样 他是打印出来 他是手写的 手写的这个传过来 还是传真过来 那个时候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哇这个有的时候真着急 只能猜一下 猜测 如果是有300手密密麻麻的 再加上打结 你真的是很难找 是是 找的你满头大汗的 可以 对 又着急哈 嗯 所以现在的科技啊 对于我们还是帮助挺大的 下次再来拿一ipad 这样子来看 对 其实我们在非电视讲解的时候呢 已经已经是这样了 哦 已经是这样来讲 用电脑 电脑对 电脑你有个好处 你可以把它滑回去之后呢 你可以点 用鼠标 它就直接展示你展示你在哪一手 这个很好 对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这一些数字化的这个转播 是肯定会实现的 是 科技在进步啊 嗯 我们有句话叫与时俱进嘛 对不对 拐一个 怪不得 怪不得我们找半天的 没有往这个地方的概念 哎呦 黑白棋不会是想要攻击黑棋这块棋 呃 不是 他呢就是问你一下 问一下 问一下你呢 你是想干嘛 你想不想攻击我 你想攻击我呢 你就把我分段啊 我这边跳过 哦 哦对 这里有一跳过 这一跳 白棋可以连回家 对 你要攻击我 你就得先分段 那我就陪你了 先手关子 嗯 是是好是坏 我也 我也要持保留 我保留意见啊 压过来 这个压本身还是 笋 笋 我刚想说还是有价值的 对 本身木树笋 但是它价值肯定是有的 它连上之后呢 这个就连片了 哦 价值是一定有的 没有 哦 尝一下 尝一下 没有尝 不可能 走这个 看了 这个地方就是想让白棋进来 他顶一个 顶一个 他们的其 这个次序啊 真是吓得我 云里无力 疑惑很多啊 因为现在呢 我觉得啊 我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 就是 做裁判的 把棋普输错 嗯 那么 以至于呢 我很多棋啊 我不知道是他们究竟是这么下呢 还是棋普 顺行输错了 有这个疑惑 毕竟现在很多棋 确实是有下的 打破常规的 对 和这种传统不一样 但是也不排除棋普出错的 棋普出错 有好多个 经常出现啊 所以 但是这个棋 我觉得还是还是这么下的 还是正常 因为这个棋呢 我觉得他 我很想在这挤一个 先挤问一下 那现在挤的话 总是要粘的 你得粘上吧 对啊 我呢 把你这个地方也为破掉 走这个 呃 局部已经不活了 那等你跳出来的时候 嗯 我呢 我想飞这个 我就飞这个 还可以飞 我呢 想攻击你呢 我也攻两下 呃 这个主动权掌握在黑棋手里 后来他走这个 他走这个 白棋 反应过来了 他走这个 这个地方被白棋团啊 这个地方已经活得很干净了 对 没有任何问题了 嗯 嗯 我觉得这个次序或许是对的 可以先挤一下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他担心黑棋就往这边过来 那么他就做交换 交换是不是便宜也搞不清楚 他说这个 扣断 扣断 这也是腾挪的一个手法 是啊 这个 这一代变化也比较多 我们还是就跟着他实战走吧 因为后面手术太多了 太多了 现在已经下到了 我看到的已经有264手了 还没有结束 还没完 快打吃 打吃 这个锡如果跑出来呢 嗯 他或许就沾上了 嗯 那我再冲一下 那他就转到这边了 转这边了 转身 白棋往这吃 嗯 黑棋没有 黑棋没有沾 没有沾 他沾这个 他是沾这个不好 沾这个被他吃掉这个不好 他就要保留这个 因为这棋没关系 对 那我先提一个 先提了 现在呢黑棋就要做到 把他这个地方 让他打回去 提成这样 对 双方的焦点在这里 一个结枕 产生了 嗯 现在是黑棋要去找结材 嗯 白棋提掉 嗯 结材 哎 可以想到的这一带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结材 对不起 白棋没有提这个 哦 没有马上提结 对 白棋走到这个 哦 白棋走到这个 对啊 他震了一个 跳 这个结就放在这儿了 跳完一个之后 黑棋又下了一个 让我 就是如果说让我现找 我找不到的这个棋 就这个点 我没有概念的这个这个点 嗯 我看到了 嗯 在这个 虎在这儿 哎 好奇怪啊 每当这种棋出现呢 我们作为我们的职业习惯 要问一句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走这个 嗯 我 看到这部棋的时候呢 我也就是很 下意识地问了一下 为什么要走这个 嗯 粗粗一看呢 我找不到答案 问了一下自己 对 为什么会走这儿呢 嗯 这其实首先什么意思 要作业 往那一走 做活了 它本身的作用呢 肯定是有的 嗯 这个职业棋手啊 嗯 下出来的棋 确实是 有的事我真的是很难琢磨 呃 我记得我问过鼓励 我问过鼓励啊 嗯 就是 好几次 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这棋是 呃 什么意思 嗯 他回答我的是 我自己也不知道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的一个意思 如果说你是你的学生 嗯 你就一定会出马他一顿 对啊 自己的棋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还下什么棋呢 对啊 嗯 但是鼓励你就不能说什么了啊 嗯 我觉得李适时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概念 我那么我们帮他想想什么意思啊 他其实这个棋啊 多少是为了这个节的做一个准备啊 哦 他就是他现在不知道走什么 如果说呢 那不走的话呢 以后呢 对方就这么呃 跳一个 对 呃 整块棋啊 呃 不活 那就会产生很多结材 产生很多结材 呃 我觉得其实说起来的话 这个理由略有点牵强 嗯 因为我传承很多结材 往那一跳就完了嘛 对不对 呃 大家不肯跳 手带空 是这意思吗 我只能这么来解释了 从效率来说 这个棋的效率真的不高 呃 根本就没有效率 根本就没有效率 哎 说有效率 你说这个词对他 对你自己 说你补活 等于是充其量是补活 补活那你肯定在补在这儿好 对不对 但毕竟是理事实下出来的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理事实下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不能多说什么 不能过度过于批评他 对不起 不能说批评 只能说质疑 不做评价 不做评价 嗯 莫言啊 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 他在获奖的时候 说了这样一段话 嗯 怎么说 他说我跟很多人都一样 觉得文学是没有什么用的 哎 但是呢 文学最大的用处 恰恰就在于他没有什么用 呃 这句话如果是一个小学生说的 嗯 或者是如果从我嘴里说出来 那大家肯定想说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自我矛盾 那根本就 不是一句话 一是并句 哎 但是这句话出自于莫言之口 很多人会讲 嗯 是有哲理 这句话 哎 这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嗯 嗯 你试试下出来的 必然有他的道理 已经有他的道理 14个冠军 世界冠军获得者 肯定不会下臭棋 对 好 就这么来解释吧 嗯 继续 啊 现在体节 还是体节 嗯 那么轮到黑器找结材 黑器其实结材还是 还有挺多的 我觉得 他气节他是挡挡挡这个 挡这个 嗯 这或许是他胡这个的原因 我觉得啊 真挡 反正是结材嘛 想要攻击他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嗯 他拐 嗯 白棋顺势就捞一票 捞一票 体节 不要说业异器 经常跟我们讲 打结最头疼 啊 我觉得职业棋手 打结也很头疼 尤其是这样的结 你打和不打都可以 嗯 那么你主要是要 纵观你的全局来进行打结 是 这个结真的是让 呃 直戒其实也是非常头疼的一个结 你看他们就不走了 呃 黑器走呢 你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因为这个结牵涉的方方面面比较多 太广了 太广了 不是一个单纯的啊 呃 谁 打一就行 哎对对对 我就找了结材打一你 对打一打去就可以 他现在就可以放的不走 也可以放 也可以下 也可以气 也可以舍 反正 变化太多 变化太多 嗯 头绪太多 所以我们就看 我们就欣赏 嗯 爬 那这个结就大了 这个结就是 这个黑棋给了一个选择 哎 为什么不先提结 为什么不先提结 因为你提的时候呢 我要加你一个 哦哦 反而可以个结材 明白了 这样的我先手提 对 现在这个结 倒变成一个生死结了 他 拖了一个 点了一个 点三三 现在到我前面说了这个问题了 点个三三 到底是 吃还是不吃 嗯 是不是能吃掉啊 现在这个 我觉得 活面不太大 但是呢 硬还得硬 快走这个 把他提结啊 快走这个 显然呢 这个白棋觉得 这边可以输 这个结 这个底 起下的非常的狠 踢过来 踢 一起靠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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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硬 再提 啊白棋这地方是冲下来的 嗯 非常的有力量啊 嗯 冲下来之后 这边的这个变化又有点 呃不一样了啊 黑棋这里马上要搬这个了 它直接又又变了可以放一放了 嗯 因为这边牵扯到厚薄问题了 它跳了一个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这个结 这个结 这个结反正在那放着 可以坚持放置了 嗯 现在焦点是集中在上面 对 大家把这个给处理好 然后再 回到这个结上面来 嗯 我搬一个 放住 吃 嗯 那它搬这个 这个其实下的是很晕啊 搬出来它能断吗 断了打吃完走这个 嗯 吸不够 所以说它只能 用这边的脑袋 从这边 把前面有 黑鞋挡不住 黑鞋挡不住了 它就 吃这里 吃这个 这个 这个当初为什么它打一下 啊 这结是吧 嗯 它留个结给你 现在马上就 对 这边开始打结了 下面这个结 这个结 变小了 现在这个结一下子变得非常大 我得 叹口气才行 这个结看来很 很严厉啊 一个结 它冲着的时候它不要了 哇 什么情况 提提过来 现在提 如果说它挡住了 如果 如果 它觉得它没有结了吗 那我提 这个顶也很厉害 对啊 顶应该难道不抵了吗 如果白鞋好像这个点也是结材 哦 还有一结 对 它或许觉得一枚结不够 消结 消结 这个完全是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 它冲了以后它消结 提借 然后我冲过来 嗯 这个脚就已经被完全被白鞋吃掉了 这个脚被吃掉了 这个脚被吃掉了 黑鞋很痛啊 黑鞋挡了一个 对 都花了一手棋 不仅仅损了一幕棋 是多花了一手棋 这就是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 我觉得这个 当然了 如果没有挡这个的话 白鞋是不会 对对对 不会在这边开截的啊 嗯 哎 现在是不是要消结结出这个截了 对 现在黑鞋挡到先手 哇 这黑鞋把两个截全消了 对 白鞋 黑鞋消两个截 但是白鞋也收获了一块 嗯 那这样的判断下怎么样 嗯 得失不明 得失不明 是因为上方黑鞋好像 还要 还能活 还 不仅仅活的事是吧 不 不那么 不好吃它 只能说 哎 你走这个 白鞋是带利 对 它可以活脚 那么白鞋 就说上面不可能全部被白鞋没法全间 嗯 如果全是白空的话 那白鞋还 还可以满意是吧 嗯 还要爬回来 缓住 嗯 让黑鞋飞一个 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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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是静火 焦点回归这一块 我觉得这块其实让白鞋就是白鞋让黑鞋 黑鞋怎么围 嗯 是个问题 这期还是 成多少墓 还是有胜负的 我觉得 然后 呃 我 粗粗看一下 这个地方如果走这个 虎吗 虎这个 虎 会有什么问题 有啊 还有问题 就是这地方有个断 哦 但是呢 连环反应是这个地方它有个吃 吃完之后呢 它就可以打下去了 哦 所以你吃了之后呢 如果你想要断 你只能从这边回去 太复杂了 我们就直接看吧 嗯 它现在是不是 就虎了 就虎了这个 先试探一下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然后 交换之后 交换之后 再保留一下 就看你什么时候你 你肯不肯吃我这一下 对 因为这自己吃一下是很损 还是有点损木的 交换一下 是不是还应该在这一袋呀 它是走的这个 这一步 走的小间 嗯 小间很扎实的小间 走这个好像 有点过分啊 感觉不对啊 小间还是正常 你刚才准备走这里啊 对啊 这不行明显不对吧 我就想这个 这好像业余断位的可能走不出来 还是级别的才行 这就对了 那一飞就出事了 啊 小李先去先去动这边 动这边 感觉很独特啊 感觉很独特啊 要冲过 显然他认为自己单围还不行 不够 不够 嗯 嗯 嗯 然后冲 嗯 哇 哇 然后他是弯的啊 这个棋 我感觉李诗诗肯定觉得形势不怎么样 我觉得 激情很有问题啊 刘老师 对 但是呢 他挺狠的 他一方面的 这个地方以后又跑出来 对 他很瞄着 这要断你 嗯 就小李也许经常有这种 就是说你看上去他很危险 对 但是你拿不住他这个局部 他硬给你撑住 啊 他撑住之后呢 你拿不住了他反而要再从中获利 就这个感觉 看起来比较勉强 但是 有实用性 有实用性 靠一下是防这个防这个段啊 嗯 他现在何不想补回去了 补一个 补回去了 这个补是后手 因为这个团 对啊 这个地方你也不用去动脑筋了啊 就看他现在这个地方怎么为空 嗯 没有在这地方走齐吗 这个地方还能走哪里 这是148 下载以后我们意料不到的位置 这个 哪里打僵吗 是 想不到现在也有这个找齐谱的问题啊 找齐谱时间比较头疼的事情 先团一个啊 对对对 先转 这个交换之后 局部已经做活了 嗯 嗯 强撑住这块空 对 冲 挡住 搬 冲 嗯 挡住 我们看虽然很勉强 但是还是 撑住了 把主要的空围住了 撑住了 看这边是什么 是什么状况啊 我沾上 打吃的时候不能要了 你要再提话 这个刀没有什么太大 那我觉得白棋这一代有点失败 吃的点小是吧 有点失败 吃了三个字 黑棋的这个弯出来很有力量 很有力量 这个棋被黑棋这么围住 这么围住空 我觉得嗯 这个局部 白棋下的还是过于稳健 嗯 白棋这里它也不能断 啊 它这地方就是断不了 不对 我们前面讲的有点问题啊 它这地方就是断不了 你这个地方滚包回去没有用 我们简单摆一下啊 这个 对 对 对 提掉 就提掉 沾上 你去冲 冲 不沾上 不沾上 先不沾 沾是没有用的 沾是后手 冲 哦 扒上它有个铺 对对对 那这个火起不到什么作用 就是先手交换了一下 对 我们只能这么说 先手交换 先手 先手 非常业余的一句话啊 这个棋是个先手 打浆 混霜的话这个是好棋 可以打一浆 那这个棋被被走成这样 嗯被黑棋这样成空 我觉得成功了 是不是感觉还不错 嗯 局势 局势或许就是从这个 是一个 是一个 能够大致确定下来的一个 分割线吗 对我当时我看到这个尖的时候啊 我觉得黑棋很难下的 哦 不知道怎么样来成这个空 对这个空不太好 因为我觉得势必你要伤到这一块 对 就我觉得你如果要这么围的话呢 你基本上白棋是从这个地方 这个面这来切切断下来的 嗯 这个跟我当初的这个判断 至少差了有一个贴母 或者是差了十过去 那这个差距非常大 差距非常大 差距非常大 嗯 即使黑棋不损这些啊 这么过来之后呢 大概差一个贴母总有 我觉得 那 之前的差距应该没 不至于有一个贴母那么大吧 之前我觉得白棋 白棋应该挺好下的 总成这个小间的时候 白棋挺好下的 李诗诗虽然下了一些看似很勉强的棋 但是被他撑住了 可见这个李诗诗的胜负感真的是很强 对啊 他知道我这么下 就正常的这么收 嗯 肯定是不行 所以呢 他拼了拼了命啊 也要在这个地方 再怎么勉强 他也要便宜一两下 从而达到最后这个目的 嗯 那么回过头来说 我觉得这个小贩啊 或许在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点 手软 有点手软的可能 嗯 因为看起来黑棋好像到处都是毛病 但是硬是被他撑住 嗯 从结果上来看也确实是这样子 嗯 这盘棋 反正我觉得两个人啊 倒是都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 嗯 范清乐棋真的是 他的差势真的是另外一种诡异 我觉得啊 他的棋就是走的很 另外一种天才 很结实就跳啊 就立啊 拐啊 就全是这种棋 嗯 也没有看出他哪里发力 突然一下就这个地方 冲下去 对 发了点力 我觉得把这个吃掉之后呢 呃 暂时的获得一点优势 嗯 这个结效料之后啊 但是见到这里之后呢 李诗诗突然这个跟他这一搞 我认为 大概是在读秒的时候吧 嗯 没有拿出最强的 反击的手段 是的 那这盘棋呢 因为后面手术也特别多 对 我就走到这里 留一点时间 可以了 给大家说一些更重要的事 好的 这盘棋的最终结果是李诗诗九段的直黑 呃 他是一幕半也就是四分之三子 战胜了 范婷玉九段 呃 赢得很目数很少 很 很细微 绝对就是在这个地方 对啊 那刚才呢已经是导播给了我今天的 呃 也就是本赛季的 维甲的 全部出来了吗 结果 你刚才最关心的盘棋就出来了 好的 谁赢了 你猜 我猜 刚才刘老师最最关心的就是乌光亚 对陶欣燃这盘 你猜谁赢了 我猜西安队 你猜啊 陶欣燃赢了吗 呃 我觉得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是好消息还是不好消息 因为可能立场 大家立场会不一样 没错 那只能我很客观的来说 嗯嗯 乌光亚输给了陶欣燃 就是说西安队保极了 西安队取得了两分 也就是说 崔哲瀚和陶欣燃的这两胜 2比1 2比1就主将获胜 拿到了宝贵的两分啊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杭州队这样 对 我相信 呃 对谁来说 都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 其实不管谁降级 真的是非常残酷的事情 对对对 杭州队我相信也有很多人不太希望他降级 是的 我觉得是 因为我刚才说 因为大家立场不一样 嗯 肯定有支持杭州队的 杭州队的这个后援队啊 还有西安队的后援方 对 大家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 这绝对是天壤之别 呃 西安队真的是很厉害 这些年来每次啊 他到最后一轮 都是有这个情况 每一年都被他 坚守住了 年年在保际圈 年年保际成功 年年最后一轮 年年在最后一轮 才确定自己保际的位置 今年我觉得是尤其的惊险 因为我记得前两天 我正好在这个一个新闻发布会上 碰到了西安队的呃 总教练李兴老师 嗯 李兴老师 然后和他聊起来 因为呃 倒数第二轮就下完了 我就和他聊一聊这个违甲的话题 他心态很好啊 嗯 我们应该形势还不错吧 嗯 拿了上一轮获胜之后 现在心形势还是不错的 感觉心态很好 嗯嗯 嗯 从最后结果来看 好的心态才会有好的结果 嗯 我们必须要这么说 对那我们还是把其他队的情况也给大家汇报一下 那么贵州百灵队呢是1比2输给了西安曲江队 嗯 嗯 那么呃 百灵队应该还是亚军 嗯 嗯 那苏波尔呢是3比0战胜了 也就是3比1战胜了大连上方横业队 虽然取得了3分 但是最后 结果还是很遗憾 其实我刚才是 其实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听到好像说是乌光亚打了一勺 啊 就是杭州队估计也一直在关注这盘棋 我不知道看到 一定是在关注这盘棋 就是本来乌光亚如果获胜的话 杭州就保齐了 是 再把乌光亚打了一个勺啊 这个时候太残酷了 嗯 那么广州队 广州广日呢是4比0 0比4 输给了重庆队 嗯 嗯 中信北京队是2比1主将胜 战胜了你们中国移东上海队 嗯嗯 嗯 辽宁雪花岛队是3比1 战胜了古井贡浙江队 嗯 山东景之九夜队 嗯 那现在应该是1比2 输给了广西华兰队 嗯 是 那么也就是主将 主将输的原因 嗯 那山东队倒真的是可以 他们在 下半阶段 拿了11分 也就是平均每轮1分 嗯 这个表现确实是不尽如人意 嗯 嗯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呢 就给大家 介绍到这里 那么 2013年的 晋力智能手机 被维甲联赛呢 就是大幕降下了 是的 冠军队呢 是重庆队 嗯 那么降级两支队伍呢 是广州广日队和 杭州的 对很遗憾啊 是 明年将升上来两支队伍 希望他们全土重来吧 也祝福他们 希望他们 毕竟是拿过冠军的队伍 对 希望他们这个 一定要回来 呃